刚才遇到问题了 我们要去纳姆措 但是纳姆措那边封路了 据说绕路要走两天 怎么办 看一个一个愁眉不整呢 好像输我罪 我像个枣一样愁的 109香道估计得走 这一点点封路了 得多绕 怎么办 来顺风取个包裹 这里边是我的缝水线 取完包裹之后呢 我们现在在中石油加油 这次是230 跑270多 230块 现在我们出发要去纳姆措 我的早餐还没吃完 早餐 其实去纳姆措这路上 有一段是改道的 之前说这段路是封闭的 但其实是没有封闭 如果是路比较难走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段 等一下前面可能还有一段 就到镇子之后 这段是改道的 看这边远处那些小黑点都是牦牛 漫山边野 我们现在应该是到这个镇子了 进了镇子之后这个路啊就不知道怎么走了 因为中间好像有一段修路的 就我之前说的 刚才我过的那段应该是改道的 这种是修路的 我去看一下 一路上都没看到旅游大巴呀 全是这种小跋扯 这边的牦牛毛都很足 之前看的牦牛都是秃的 这儿的牦牛就感觉皮毛比较好 又有羊又有牛 白羊黑羊黑脸羊各种品种 这个西藏点啊它品种比较多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好多种品种 你看仔细看 这地方特别漂亮 我们只能在这个停车带暂时停车 今天那个胡哥和 热肉他们都在后边 我得走了 懒路牦牛 这边放牛都开始开车了吗 开着车放牛 这个就是金藏铁路了 我们在桥下面等它过来 这趟铁路呢它是半密封车厢 过程中它是在过唐库拉山口的时候啊 有加压舱的加养舱 整个车厢会充养 车票特别难卖 我也特别希望坐一趟火车来拉萨 一路上的全部都是风景啊 看湖啊看山啊 路线特别好 看我们停这个位置 土路上停着 走了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是牛粪堆 原来烧火取暖的用这个烧这个 我们现在停道路边这个停车带啊 这个山后边就是那不错 但是我们从前面需要绕一大圈过去才能到那不错 应该是很美 到了当雄县 县城 一个小县城建设的很多餐馆 川菜呀 这一路还有很多东北菜和山西面食 嗯 这边现在当雄就是现在的样子 之前看有一位网友留言 说他之前在这里当兵八年 转业三十年 这些应该没有任何建筑 我看出来是三十年以前的 应该完全没有当年的样子了吧 有没有办法 油补满 可以啊 我咱加油还要登记啊 你现在用了半格油是吗 一格吧 好吧 在这边加了 把油补满 中石油嘛 加了106块 跑了147公里 看来这边还可以 油耗不是特别大 虽然一路在上坡 这个 肉肉和君哥他们还在后边 我看他们在哪啊 他们在 哎 看不到他们了吗 好的 上边这儿 他们俩离我还有大概 差不多几十公里吧 这边就是那么错了 所以我在这磨蹭一下 等等他们 这儿有最后一家饭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己叫最后一家 还是真是最后一家 应该真的 看前边好像都是山了 对 现在去往纳木措的路上 前面这只毛牛 比较 壮 毛也比较厚 这边的毛牛 看着毛皮毛多好 这才像我印象中的毛牛 之前见那些毛牛 都是秃的 就是这条土路 我怕他们走错了 所以在这个 提醒口这儿 等他们 前面就是这一段 特别不好走的路 过河 过河 那吃个看不 你饿不饿 撤得远点是吧 对 对 因为GoPro画了呀 只能手持单反拍摄了 这样的画面可能会 抖动的比较厉害 看到一个房车走过来 但不知道是不是 虎哥 哎应该是 看来我们能准备 要出发了 启动 对 转过来 出发 刚刚我还说这儿是个景点 这儿原来是纳木错景区售票处 看这些 哎看这个牛跑的 对 它套快什么呀 它是躲你 你看这个 你看 这边都有这么多拖挂 拖着一地 会见过这一地 还离这个景区很远的地方 出现一个景区售票处 不知道是不是要买票 所以下来进去问一下 已经到达景区 到这边已经开始要买票了 进去问一下什么情况 他们这边是要用这个微信 微信公众号来去买票的 要不然你就只能是现金从那买 我先研究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可以坐吗 诶 这儿不错 坐下来 慢慢研究 票满完了 可以开车进去 一个人108块 进去之后找停车位 这个地方整个全圈起来了 回去了 咱们看一下瑞瑞在干嘛 瑞瑞 看看 林彦了 一觉就看 看屏幕 看 这就已经过了检票 进了纳木错景区了 现在只能看到这些山 真的很期待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乘客需要下车 司机就直接开过来 这也下去了 到时竟然能看到 慢慢的再走 看夸了路况好 就这样了 小鲜这边有个塌方 看看这边是指挥让怎么走 S型 嗯 走了个大S型 这种徒步走这个S型 从那边从哪 过来 暂时还不容易 过去过几年来就好了 明年来肯定就应该不是这样了 前边的这个路况 一路不会都这样吧 小心一点 正在这边一路一个来 好的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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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